来,出一个猫头鹰的安装视频 首先第一,看公头 公头是快压连马上皮筋的标题 一边两颗螺丝的 这个槽是放皮筋的地方 把皮筋放到这个槽里面去 然后把螺丝拧紧就可以了 拧紧的基础上,让螺丝稍要加固一下 让它更加稳定 然后我公头安装这个位置 这就是有眼的,然后这两个也有眼 这两个螺丝长这样的螺丝上公头的 希望记住了,那边有眼的 然后这两个螺丝帽在里面给它拧着 时间关键啊,你给带上就可以了 我就背这个更紧了 这是公头,安装了 然后再按上前把手 前手柄,前手柄是折叠的 这个口冲后,不是 闭口这边冲着公头的方向 但是这个螺丝都给大家带搞的 看到吧,这个螺丝是按照前手柄的 就老姐们回去的时候啊 一定要拆破螺丝的时候 一定要不要把那些所有螺丝都倒在一起 那样的你会搞不清哪个是往哪儿按的啊 也是时间关键,别这么一点 就试个意思就行了啊 然后再看啊,再看撒放器 撒放器在这呢啊,是这样的 然后把这一放 到时候给大家带这个四个 小内部小黑螺丝,黑色的啊 就是我,我就去,一个角凝一个啊 凝两个螺丝给它按上就行了啊 一共四颗螺丝啊,都拧上 一共四颗螺丝啊,都拧上 正常我们用这上面,上面呢 这两小小圆圈啊 老姐们,如果说用这种大瞄做的时候 是这样,它是加高用的啊 它一般使用不上,用不上的时候 就给它放在这个袋里面 保存起,以防备用啊 我们家这种瞄矩呢,用上面 它一边宽,一边窄一边宽嘛 用窄的在这,按到这个位置上啊 按到这个位置上,这两小眼 到时候给大家带着一个螺丝 然后看啊,然后看 这是夹具的支架啊,夹具的支架 到时候把那六点螺丝一松 我一夹就可以了啊,拧紧 用那小那里拌手拧紧就可以了 好的,然后这边 也剩有死啊 然后啊,重要看一下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放力气光,也行啊 然后放四倍镜,也可以啊 到时候把盖一拧就完事了 我们今天就拿这个力气光做实验啊 往这一放,然后把两个小盖 拧紧就可以了啊 一共四颗螺丝,拧紧就可以了 继续拧紧就可以了啊 然后你们千万注意啊,滤气光按的时候啊 就冲着你那方向,一个是冲上 一个是冲右啊 然后这个滤气光啊,这个钮不要紧贴着这个夹具 留点阶线啊,留点空心 然后方便你调试啊 然后这支滤气光安好了之后啊 然后我们按货手柄啊 货手柄,它是三减的啊 咱们先把这个位置固定上啊 也是这种螺丝啊 这种螺丝啊 就是为了世界观念啊 我一大会儿,你一个就可以了啊 这有个亚,都是对着这个 拧紧的啊 然后这个阶子还有颗螺丝啊 就是这颗螺丝 那你拧紧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这个啊,这是中间这几 中间这几 就是往上一查 它也有颗螺丝啊 也有这种螺丝 你可以上,可以不上到底啊 你如果上也可以,不上也可以 不上,方便的买的 不上可以非常稳定啊 这不会掉下来的,螺丝啊 然后这一截啊 这一截啊,这一截就不用多死了 往这一卡就可以了 看到 一卡就可以了 这就是整套东西安装完毕的啊 用的时候这么玩就可以了啊 来,先上一个视频啊 告诉螺丝们全息秒怎么装啊 上一个视频告诉大家 视频镜怎么装,雷尽光怎么装啊 现在告诉全息秒啊 全息秒这有两层螺丝 有松一下啊 不用拧下来 松下之后 它有这个宽度的 这个内操有宽度的 我这一卡 零底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来,这都安装好了 到底啊 就是这么简单 非常好用 好